湖南的王先生 非常感謝 我們剛才接了幾位中國觀眾的電話 他們都對普京的當選 當然發表了他們自己的一些看法 其中有一位觀眾談到 認為普京的當選是得到了 更多的年紀比較大的 50歲以上的人的支持 所以才當選了 年輕人的支持率不高 他這種說法對嗎 不 其實年紀大的人是支持共產黨 普京在年輕人當中是非常受歡迎的 有一批非常有這種民族主義的年輕的團體 類似毛澤東那個時候的紅衛兵 他們對於普京是非常非常熱情 非常喜歡普京 而且也看到普京這樣子攻擊他的政治敵人 非常的喜歡他 這批年輕人沒有像侯衛兵一樣到那種程度 但是也是非常熱情的 所以普京在年輕人的團體當中是非常受歡迎的 老年人反而不喜歡他 因為他們認為普京沒有辦法給他們太多的錢 普京他在選舉的時候是可以贏的 所以他在這個選舉當中可以贏這麼多的票 就讓各個地方認為他是有一定的厲害的地方 前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實行了現在目前的 他們認為也是一種民主制度了 那舉行了這樣的選舉 剛才我們有一些觀眾也認為就是普京的這種當選 確實是人民拿這個選票選出來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在和這些來自俄羅斯的 一些俄羅斯人在談的時候 他們對俄羅斯的一些經濟狀況 特別是這種經濟改革是這些方面經濟地位 感到特別的不滿意 他們認為好像中國在這方面 做的要比俄羅斯要好得多 無論是在經濟發展 經濟政策改革這個方面 要做的要好得多 你怎麼看俄羅斯人的這種心態 就說他是一種民主制度了 民主選舉的了 是民主實現了一種 如果還不成熟的話 至少是一個民主社會了 為什麼它不能夠在經濟上發展的 要比現在 比中國的狀況要好呢 因為中國的狀況要按照現在的說法 還是一黨在一黨專政 為什麼俄羅斯做不好 中國這個國家是社會政治學者 很不喜歡的一個國家 因為他們的情況和我們的理論完全不一樣 完全相反 一般的理論是說一個國家有所發展 就會有一批年輕的人 一批有錢的人 那這些人對於他們的政治生活就會不滿 他們就會要求去強迫政府做改革 然後就會轉渡成民主政體等等 那俄羅斯它到某種程度上是走這個道路的 前蘇聯解體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讓人民滿意 但是中國並沒有 像說俄羅斯的人看到中國 想到中國 他們心裡是覺得又嫉妒又害怕 會嫉妒是因為看到中國表現得這麼好 中國現在已經在各個領域當中都超過了俄羅斯 現在它是第二大經濟體 那俄羅斯人會擔心中國 會害怕中國是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崛起就代表了俄羅斯的 沒落就像你在美國會有人有這種說法一樣 但是雖然這麼說 俄羅斯應該是最不去支持這種中國威脅論的國家了 和印度不一樣 和東南亞國家不一樣 和美國不一樣 大部分的俄羅斯人並不擔心中國 並不認為它是一個軍事的威脅 為什麼俄羅斯不擔心中國是一種威脅 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 俄羅斯他們有核子武器 所以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想要去攻擊俄羅斯 所以他們有核武器就確保了他們的安全 還有就是他們認為 中國的擴張主義是針對台灣的 是往東那裡針對的 去針對日本的 還有往南去針對南中國海 中國也是為了要對韓國產生影響的 還有印度 是印度不是韓國印度 中國並沒有理由去往西這裡走 他們主要是擴張是為了要往另外一個方向 而不是要往東 而不是要往另外一個方向 這個情況有可能會改變 但是中國目前還沒有做任何一個動作 是會讓俄羅斯感到緊張的 所以俄羅斯也說過 他不想要參與美國做任何的這種圍堵的行動 那有些俄羅斯的人是擔心人口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人就是離開了這些俄羅斯最冷的地方 然後就會有可能會有中國的移民 也會移到俄羅斯去等等 所以有很多中國人會跑到俄羅斯去賺錢 但是他們並沒有想要留在這裡 他們會回到中國 所以這個移民問題也沒有影響 俄羅斯人感到害怕 我們再接幾個電話 河南王先生 河南王先生你好 河南王先生還在先生嗎 四川黃先生 四川黃先生你好 四川黃先生 北京張先生 北京張先生 河北張先生 你好 我認為 按照政治家的要求 我認為 普京應該急流勇退 因為他幹的也不錯了 但是呢 另一點就是說 現在西方對普京當選總統 可能有各種一種評價 但是不管對俄羅斯現在這個政治體質如何評價 起碼承認一點 他確實是 他這個選舉中也許有作弊的可能 但是他畢竟說他是通過幾個黨派在選舉的 現在其實反對普京的人也不能再像過去 一個蘇聯改革的時期 像什麼一黨制一黨專政 沒有這個理由了 說應該看到 俄羅斯的體制已經發生了變化 當然雖然不成熟 所以說我認為這就是政治改革 對中國的一個很好的體制 就是中國也逐漸的一個政治體制 也要改革走向民主化 起碼來說 包括台灣兩制國的政治改革 現在今天台灣雖然民進黨失敗了 但是他也沒有理由反對國民黨 再是一黨制政了 好 感謝河北張先生 好 感謝河北張先生 我們再接一位新疆周先生 新疆周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嘉賓好 今天這個嘉賓他的觀點 我幾乎都不怎麼認同 我談一下我的觀點 第一個就是 普京通過俄羅斯 有重大缺陷的民主重新執政 是政治版的雙謊 按世界主流觀點的看法 就是很有獨立性的 第二個 普京對權力的這種貪婪 最終會讓他身敗名裂 這個歷史我想 會對這種不民主 也就是霸道的做法 有一個自然淘汰的一個對立 好 感謝新疆的周先生 我們再接一位上海雄先生 上海雄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普京這個選舉 是我想像我們中國 中國的共產黨 推出歷史舞台 那是對蘭黨 但是我有考慮兩個問題了 中國共產黨推出歷史舞台 還是普京的道路 還是台灣的民進黨道路 我發現無論是普京也好 還是民進黨 民進黨出了個陳非典 川普 俄羅斯出了個普京 實際上它是不承受的民主 普京原來是共產黨 克克佛大 他把共產黨很多東西 帶到了統一俄羅斯黨 這次選舉 普京還用了一些 共產黨的一些做法 那用孔子語論機器啊 造假啊 但是我們也承認 他不正跟以前共產黨有所區別 那麼普京這個選舉 讓我們要考慮了 我們共產黨 進入退出歷史舞台 中國究竟要走什麼路 它提供了個很好的思考範圍 我的話就到這裡 好 感謝上海的熊先生 懷茲博士我想讓您回應一下 剛才新疆有一位周先生 說您他的觀點 他一點都不同意 這很好啊 我很高興我們有這樣的辯論 在俄羅斯 您是沒有辦法做這種辯論的 你 在 俄羅斯在某些程度上是比中國的自由 但是我們並不會把它認為像西方一樣的民主制度 俄羅斯一個很奇怪的混合體 你以前在亞洲有普遍這種情況 在亞洲的國家民主化之前 他們以前也是有這種狀況 就是一黨獨大 然後在拉美很多國家也是如此 但是你說的沒錯 有些人告訴普京說 你這是一個錯誤 你不應該再任這麼久 你如果不要這樣子留任的話 人家在歷史上會覺得你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但是現在大部分的人已經不這麼認為 因為人們認為你沒有力量做領袖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們很高興 因為他們不相信其他人來做領袖 普京的確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看得出人家這種想法 他的缺點就是 他對他的評論非常敏感 如果你批評他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接受人家對他的評論的 他沒有學習在共產黨當中 他沒有學習如何去接受評論、批評 而且他對於美國的觀點 還有其他國家的觀點 有時候是完全不合理的 但是對於中國的觀點來說 他基本上是很尊敬中國的 他常常告訴訪問他的人 說俄羅斯和中國關係很接近 而且他有一篇文章當中寫到外交政策 他說俄羅斯想要做的就是去利用中國的崛起 去搭他們的便車往上走 和中國一起往上走 所以他們希望中國的投資 還有高技術能夠進入俄羅斯 他們希望中國可以來買俄羅斯的能源等等 他們認為中國的崛起 所以他們如果能跟中國一起上去的話 對俄羅斯是好的 剛才那位先生也談到民主制度缺乏的問題 我們看到俄羅斯變成所謂的民主政體 受到了經濟的影響 油價高漲 所以俄羅斯才有現在的情況 如果他們錢不夠多的話 人民是不會高興的 我們現在還有一位吉林的李先生 還在先生嗎 吉林李先生 你好 李先生還在先生嗎 你好 李先生請講 我剛才對嘉賓說中國人具有欺騙性 我感覺好像很不對啊 你剛才聽到誰說中國人具有欺騙性 那個嘉賓說的 我沒有聽到他說中國人具有欺騙性 你是不是聽錯了 你說中國人有欺騙性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說 沒有 大家是美國人有欺騙性我感覺 是 俄羅斯並不認為 並不認為中國有欺騙性 你如果去看世界上 普京對於其他國家的觀點 他對於美國也不是說真的敵對 而是他認為說美國 太有力量了 所以他沒有被受到限制 比如說他去美國去入侵 利比亞去入侵 波士尼亞其他地方沒有 中國還有其他國家 都沒有辦法阻止美國 而且美國也跑到中亞去 想要去重新創造這些國家 給他們帶來民主等等 他並不是要針對俄羅斯的 但是他影響了俄羅斯的利益 所以普京他對於中國是評價比較高的 因為他認為中國並不會想要把他們自己的模式強加到其他國家上 他們不會用軍事力量 像其他西方政府一樣使用軍事力量 而且中國和中亞國家的合作情況也非常好 所以不是的 普京他認為西方國家還有美國他比較不喜歡 但是他並不認為中國是一個問題 短期並不是一個問題 有這樣一個問題 波士先生 剛才我們很多觀眾也談到了 一談到俄羅斯的民主 俄羅斯目前的這種情況就提到中國 他們甚至提到了當年中國八九年的六四 那麼實際上也就是在當時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巨變當中 俄羅斯的這種形成了目前的所謂的民主形式 俄羅斯的這樣的一個經歷的 所經歷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和剛才我們也有些觀眾也談到了 就是台灣 蔣經國到了台灣以後 所開放了黨禁報禁以後 台灣走向了這樣的民主 這兩個事件對中國共產黨的這樣的一種影響 如果是在當時的時候 是不是會給中國共產黨人 他們想到了就是給他們一個教訓 他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加強這樣的壓迫 或者是加強這樣的統治的話 那可能前蘇聯或者是台灣國民黨 那就是他們的前持之劍 那麼現在俄羅斯目前的這種狀況 剛才你也談到 還有我們一些觀眾也談到就是說 比較樂觀 認為中國有可能會效仿 俄羅斯目前這種改革形勢 你是怎麼看的 這種影響 給中國的這種民主化的影響 到底是起到了一個正面的影響 還是一個負面的影響 我所謂的負面的影響 就使得中國的統治者認為 我是要進一步的加強統治 不能走他們的路 不能重蹈復制 絕對是對於兩個國家都有負面的影響 在俄羅斯還有中國所有人 他們看到現在這個情勢 他們就認為俄羅斯做得不好 他們失去了他們的帝國 失去了他們的軍隊 從本來是一個世界上的強國 變成一個終極的強國 他們也有很多經濟的問題 他們的民主制度也不是完善的民主制度 他們依賴石油和天然氣 而且基本上人家說他們就是靠著他們的核子武器 那俄羅斯人非常的崇拜中國人 他們認為中國人做了正確的決定 他們認為俄羅斯自己是先做政治的改革 還沒有做經濟的改革 這個給他們帶來那麼多問題 但是他們看中國人先在經濟上面著手 做改革帶來了很多利益 還沒有著手做政治的改革帶來了很多利益 我認為俄羅斯人可能 他們做的決定是很自然的決定 但是俄羅斯人認為中國人非常的聰明 很多中亞國家都這麼認為 他們認為中國可以經濟這麼強 但同時還是在政治上控制得很好 所以俄羅斯還有很多中亞國家 他們想要仿效中國 他們想要變得跟中國一樣 想要使用中國的模式 這種情況 你如果常常聽人家談民主的改革 你會看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 日本的經濟非常強 很多美國人很害怕說日本會統治世界 因為他們經濟這麼強 而且在美國也一直購買財產等等 但是之後他們經濟就沒有再增長了 整個系統穩定之後就這樣子了 所以中國也有可能會達到這個階段 就是你一開始很輕鬆的 就可以有經濟的增長 去拋棄那些很多生產力不夠高 效率不夠高的方法 但是到了某一個程度 他們的增長也會受到限制 那中國就必須要再有所改變了 我們還有兩三分鐘的時間 我還有幾個問題要問你 剛才你談到就是普京對中國比較友好 多次表示對中國 他不擔心中國的這種威脅 剛才我們有一些觀眾也認為 普京在回來當總統以後 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 不會有很大的改變 在你看來是怎麼樣 那會不會更加密切 他會不會某種程度上 還是會改變美國 中國 俄羅斯 這樣的一種三角關係 謝謝 我不認為會有改變 因為普京目前的政策 其實俄羅斯的政策已經是由普京控制的 美德維杰夫控制的是幾乎沒有 他們和西方國家的關係是比較上上下下的 不斷有改變的 但是俄中的關係一直都非常穩定 俄羅斯認為他們要從中國崛起當中 也得到好處 他們不想要把中國當作敵人 我想可能會有的改變 一個就是他們希望能夠給中國賣更多的高階的武器 他們之前賣的武器 有很多是舊的蘇聯的舊武器 他們不想要的武器 其他國家而不買 所以就賣給中國賺了很多錢 那中國用很便宜的錢也買到了這麼多武器 但是現在中國已經是比較強的國家 而且經濟也比較好 他們不想要這些舊的武器 他們想如果想要買好的 要買的話就買最好的最高級的 那俄羅斯目前是不想要把高級的武器賣給他們 因為他們怕會被中國模仿 但是他們最終我認為會買的 因為他們需要錢 還有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普京是非常的雄心勃勃 也是非常強勢一個領導人 希望重振俄羅斯 或者是某種程度上講 很多人認為會想重振前蘇聯的 這樣的所謂雄風 那麼俄羅斯有沒有可能會在很多方面超越中國 某種程度上重演這個當時國際格局上 這種冷戰時期的這樣 美國和蘇聯這樣的兩極的一個這樣的 新冷戰的這樣的擔心 美國有沒有這樣的擔心 不太可能 大部分的人認為未來會有一個兩極的世界 但是不會是美國和俄國 而是中國和美國 所以人們覺得俄羅斯過去已經走過高峰了 現在崛起的是中國 所以如果真的是兩極的話是中國和美國 好了 博士先生 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時事大家談就要談到這裡了 非常感謝哈德遜研究所的理查德 懷茲博士參加今天的節目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除了通過短播和衛星電視 接收美國之音的節目以外 你也可以登陸美國之音的中文網站 通過視頻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網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寫美語博客 以互動的方式快樂地學習地道美語 好 歡迎回來 今年是尼克松總統訪華40周年 前美國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 2006年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 回顧了他當年同基辛格一起訪問中國 參與美中上海公報的談判 以及他作為駐華大使為推動美中關係發展 所做出的努力和對兩國關係的展望 下面我們播出這次專訪的第一部分 直過40年 洛德對首次秘密訪華的情景 仍然記憶猶新 包括在緊張的氣氛中 一些令人忍俊不盡的小插曲 我外交生涯中參與過的 最富有戲劇性的事件 就是和基辛格博士 1997年7月第一次秘密訪華 美國22年裡沒有任何官員訪問過中國 我們乘巴基斯坦飛機 從巴基斯坦秘密前往中國 在飛機接近中國邊境的時候 我走到機艙的前面 這樣我就能成為進入中國的第一個美國官員 因為那時基辛格博士在機艙後面 在飛機上大家都很興奮 因為馬上我們就要開始20多年來 第一次跟中國人交談了 基辛格博士在考慮他和周恩來 以及其他人的談判 但這時出現了一個蠻有趣的情況 基辛格博士在飛機上發現 他的助手忘了給他戴襯衣了 結果在這次重要的中國執行中 他連一件乾淨襯衣都沒有 他特別生氣 他向飛機上另一位美國官員 借了幾件襯衣 那位官員身高六尺三 基辛格五尺九 他穿上借來的襯衣 看上去像隻大企鵝 他當然很不高興 我跟他開玩笑說 你還沒開始和中國人談判 就把襯衣丟了 把財產全丟了 好 今天時事大家談的全部內容就是這些 來賓和聽眾觀眾發表的是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美國之音 通曉美中大事 鎖定美國之音 我是林森 僅代表美國之音中文電視所有同仁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